如果你去中国新疆的塔神库尔甘旅行,就会看到一群特别的白种人。他们可不是游客,而是当地人。这些白种人属于一个很古老的民族,塔吉克族。塔吉克族是古东伊朗人的后裔,也是中国唯一的白种人民族。他们的主要语言不是汉语,但也能说一些。 这里的女孩们皮肤白皙,鼻子高挺,五官深邃,长得非常漂亮。塔吉克族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塔县,就在帕米尔高原东部,那里有世界第二高峰,乔哥里峰。现在中国的塔吉克族人有五万多。 他们信仰伊斯兰教,非常善良,生活纯朴,因为居住地地里位置特别。还有特别的宗教信仰。塔吉克族很少与外族的人通婚。所以他们的协同比较纯正。塔吉克族很少出现犯罪事件。 他们能歌善舞,虽然有自己的信仰。但对外族的人非常友好。每次看到游客,他们都会热情招待。他们居住的地方充满了杏树。到了杏花开放的季节。如同来到了人间仙境。 除了美丽的塔吉克族女孩。这里还有吸引人的美景。连接中国,巴基斯塔的克拉昆仑公路,壮阔的克拉库勒湖,壮观的穆士塔格峰,都非常吸引人。有机会的话可以到这里看看。美丽的风景。淳朴的族人。还有颜值超高的郑妹。仿佛来到了人间仙境阿丘了。